官员解释完为何提供S疫苗给台湾岛内网友 信你个鬼 环球网 2021年5月30日 13点36分小字 环球网报道记者赵有平台湾中 10新闻网消息 日本政府证实正在研议江向 英国药厂阿斯利康采购的S新冠疫苗 其中一部分提供给台湾 针对为何给台湾S疫苗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和野太郎29日晚在网络节目上声称 因为S疫苗更容易保存 运送较不会有问题 有岛内网友对此表示信你个鬼 不想给台湾BNT就直说 什么运送不方便 那当初是怎么运去日本的 台湾日本是有多远 台湾中10新闻网报道截图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截图 报道称台湾本土新冠疫情爆发 疫苗接种成为迫切问题 据日没报道 日本政府有意提供给台湾部分S疫苗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28日证实 10年前日本三 11大地震发生时 台湾迅速捐款 提供支援 考量到与台湾关系 将会切实讨论捐赠疫苗给台湾 针对捐赠台湾疫苗 中时新闻网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 河野太郎29日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 也证实 正在考虑将采购的疫苗提供 给疫苗短缺的台湾 日本大地震期间 台湾向受灾地区捐款 超过200亿日元 遇到困难 就是要互相帮助 至于为何是提供S疫苗 而非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河野太郎这样解释 辉瑞BNT疫苗即莫 德纳疫苗必须在极低的温度下储存及运送 S疫苗只要在一般冰箱中冷藏即可 也可以在相同温度下运送 因此日本政府正在讨论让 最便于使用的S疫苗帮助台湾 河野太郎 中时新闻网还称 日本政府21日才批准S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但碍于欧洲等出现血栓的 及罕见副作用案例 目前日本的方针是 不在国内使用S疫苗 对于河野太郎的解释 不少网友表示不相信 有网友说 不想给台湾BNT就直说 什么运送不方便 那当初是怎么运去日本的 台湾日本是有多远 台湾3 11这么挺日本 结果日本你把不打DS给台湾叫互相帮助 今天如果角色互换 日本会感谢台湾 信你个鬼脸 有网友说 话说得好听又不跳针 说话词不达意 里外皆漂亮 真心是如此吗 有网友一针见血 真正的原因 是日本人怕S疫苗 既然他们取得了其他疫苗 S疫苗正好可做人情